所以完善了區議會的選舉 正分析也晚了一點 因為剛才也做了一場直播 跟方哥和另外一位的老友記 就走三個人走去逛花市和花虛 先逛花虛然後去了花虛公園那邊就逛花市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直播 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回看 看看方哥在花市時期很厲害 今天當然也會繼續說 美斯的齋錯事件已經變成辱華的風波 不過先說其他香港新聞 今天是年二十九 誰知道有些人